大家好,我是大刘 东吃萝卜,下吃江 又到了萝卜最好吃的季节 今天就来做一个酱萝卜 口感脆爽,简单又美味 先将萝卜洗净不要去皮 像这样竖着切成三整份 再斜着切镰刀 五刀六刀都可以 切成这样均匀即可 我这次两个萝卜,切好后加50个白糖 拌匀 半个小时后就会杀出水分 萝卜像这样变软就可以 用糖砂锅水分的萝卜吃起来更脆 然后用力撞干里面的水分 再加100克米醋 100克冬古一品鲜 100克白醋 以及少量的盐和冰糖 放两个花莓,再切两片香橙 能吃辣的可以放一点小米辣 放上保鲜膜,放冰箱腌制一个晚上 第二天打开就可以食用 酸辣微甜,清脆爽口 是一道不错的开胃消食的家常小菜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跟着家常菜,请关注所有准备食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